第三的九题 由右图加热时间与温度的关系图 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在第10到40分钟的加热过程中 物体的温度没有上升 是因为此时所吸收的热量 全部散溢散到空气中 这当然是不对的 我们看到10到40分钟 这边是继续有在吸热 而它温度没有变化的原因 是因为它正在从固态变成液态 是在融化的过程 这个时候的吸热 是用来做状态改变用的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就是对的 因为它说在第10到40分钟加热过程中 物体的温度没有上升 是因为此时所吸收的热量 全拿来做物体状态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是用来做状态改变 所以温度没有变化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 在加热到第20分钟的时候 100公克的物质已经全部变成液态 我们的20分钟 我们20分钟在这里 转过去这是个融化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 故意共存的状态 并没有全部都是液态 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加热地50分钟的时候 100公克的物质已经全部变成气态 我们的50分钟对上去 是在这个液态的这条线上面 所以它仍然是液态 并没有全部都变成气态 所以选项注释错的 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在第10到40分钟的加热过程中 物体的温度没有上升 是因为此时所吸收的热量 全拿来作为物质状态的改变